纽约倒计时两天 你们有感受到紧张的备战氛围了吗 我一起床连饭都没有吃 就开始写稿子 因为人在饥饿状态下的意识是最清醒的 写完稿子才开始吃我的早餐 The Daily Bagel 他们家是我吃过的 我觉得北京 bagel最好吃的店 尤其是金枪鱼 不管是mini的还是这个金枪鱼反转 真的推荐给所有的人 这个金枪鱼的超好吃 味道超级浓 吃完饭就又开始继续上英文课了 最近这段期间 真的感觉像回到十几年前读书的时候 课还没有上完我的礼服就已经到了 因为这次去纽约还有一个行程很重要 就是要跟亚诗兰呆一起举办一个晚宴 先去鞋柜挑一些 就是适合玩礼服的鞋 一定要根儿够高 因为礼服裙都很长 接下来要试十几套的这个礼服裙 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了 而且又特别喜欢买衣服 又特别喜欢服装和时装 但是我真的几乎是从来没有穿过礼服裙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特别不喜欢穿礼服裙 我觉得礼服裙上面露下面露 穿着全身不得劲 我一穿这种裙就感觉整个都不好了 就完全不像我自己了 没有办法自由活动 但是呢我说过今年我的目标就是要不停的突破舒适圈 然后做一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要开始尝试着穿礼服裙 以前一直都觉得我不适合穿礼服裙 我穿礼服裙也不好看 我的气质也不符合 但是其实今天上升了很多裙子都发现 其实还可以 我穿着吧也能挺美 尤其是这一条 这一条其实我自己还好 但是别人看到了以后都说 觉得特好看 结果试了没多久就又变回我自己了 希望我穿礼服裙的那一天 可以做一晚上非常端庄的女孩子 最后呢我一共选了两条 你们现在看到这条黑色的 就是totally写了我的名字 所以呢我选了带她去纽约 但是她只做一个备选 那最终我选了哪条呢 可以请大家猜一猜 现在看到这一条前面平民无奇 但是你看他们后面 有一个特别大的裙摆 上面刺绣刺满蝴蝶 还有这个爱心的好可爱哦 而且我知道这个设计师 他是个国内设计师 我在小红书刷的过头 男生其实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你也知道他什么 就我有看了他 他肯定要想出穿过的 然后把他领服都看一看 是不是你全意了 对 重点来咯 今天我试过的所有礼服裙里面 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条了 我穿上身以后我就觉得 哇塞我是迪士尼的公主嘛 是他实在是不适合就是半晚宴穿 因为晚宴的话 就感觉我方圆十米 都不能有人站在我旁边 真美 太不方便了 最后我忍痛割爱 我没有选择这条 但是我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 真的很后悔 我今天在世里复旬之前 他没有好好化一个妆 全都是大素颜 真好看 而我买来一次都没有穿过的这双高跟鞋 终于派上了游泳场 他这次可以跟我一起征战纽约了 试完礼服裙就马不停蹄的去做我的美容三件套了 第一件事修眉毛 先把我的眉毛修漂亮 修完眉毛呢就是去做指甲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这次没有做那种很好看的指甲 因为我之前卸指的时候发现我的指甲由于天天做天做 真的损伤非常严重 你看指甲肉都红了 所以我打算养一段时间 以及接睫毛 我接了一个很漂亮的芭比睫毛 全部都完工以后就回家喽 今天的夕阳真美 从今天开始 我要每天跟自己说一句 周小萌你是最棒的 拜拜 我今天起床发现是元宵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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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